编曲 李宗盛 作词! 作词! 作曲!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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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回到刚才的讲义 我先坐着讲 嗯 刚才我说我想用一些 食物的案例 来说明系统思维 这个是我第一个 当顾问的一个案例 他是在做表的 他们全部的工厂 已经都移到大陆深圳了 好几十 大概十年前 我本来是被邀请去玩的 结果呢 竟然看到他门口贴 热烈欢迎桑教授 力临我场专题讲座 他没有跟我说专题讲座 我都没有准备 讲任何东西 根本没有powerpoint 没有slide but I survived 我应该是这个 成功的回来了 就是根据我在学校里面 有一些在职的同学 给我的经验 所以我一直很想跟同学说 经验成可贵 理论价更高 所以鼓励那些 那些员工呢 他可以自修 然后工厂里面的案例 应该大家一起讨论 而不是看到什么 就解那个问题 好 那我先来这个 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工厂里面的一个 成功的案例 它是一个用粉末 压成表 通常我们的表是怎么做 就是钢 你就去买那种钢的材料 然后把它 把它切成你要的那种形状 这样子你切完以后 就有很多的废料 所以那个手表就会很贵 那如果用粉末 压成那个形状 如果那个后来因为是不良品 还可以还原成粉末 所以其实没有很多废料 因此它的成本低很多 粉末冶金 我们拿来做什么 做很多 这个 我们一些零件 比较粗糙的 其实都用粉末冶金做的 很少是不锈钢表带 用粉末冶金做的 那这个老板 他是在这个冶金 是在粉末冶金 我们还是理学院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协会的这个会长 常常来清华开 这个开会 我还看到他 他是会计系出身 谁说会计系就不能够去 用粉末冶金开个工厂 所以我们不要被 我们自己是哪一个系 限制 好 这个案例是说 他们的工厂里面有好多机台 每一个机台 它的input都是粉末 然后压下去 就会压出一个表 表盒 这个是表带 表带 如果说这边是一个表 这边有一个长针短针 然后 这个 这是一个手表 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 这个叫braces 这个表盒 不是用皮带做的 它的形状可能不一样 所以黄色的可能是其中一种 白色是其中一种 或者是它有三种不同的形状 至少有两种 那每一个这个管这个机台的工头 一个人管三台 他们就去管说压出来的这个表的这个size 这个 假设这个放大 变成一个这样子 那它有一个size 是不是符合这个上下线的标准规格内 这就提到这个品管的概念 所以它一压下来 然后它就去量 一切都正常 再看第二台 再看第三台 因为一个工头管三台 然后再回来第一台 再回来第二台 再回来第三台 一个工头管三台 然后也有品管师 他是抽检 不管是哪一台 他都抽检 看看那个工头呢 有没有诚实的这个记载 好 这个工头的它的奖金是怎么发 老板说 这个机器的这个驾动率 这个驾或许可以改成那个 人之变那个驾 驾动率就是说 一天24小时当分母 这个机台有在生产的时间当分子 这驾动率是这样定义的 24小时 然后这边是工作时 这就是驾动率 如果24小时都在生产 它的驾动率就是百分之百 表示说 你这工头管的这个机台 一直在被为老板赚钱 就多发奖金 听起来蛮合理的吧 听起来觉得合理的举手 不合理的举手 你会问啊 驾动率高是好的KPI吧 是好的KPI吗 就是绩效指标 Key Performance Index 是不是一个好的绩效指标 没有一个绩效指标是适用在任何系统 必须要因为各个不同的这个系统呢 制定适合它的这个绩效指标 如果你 你是工厂的老板 你是工厂的员工 你是工厂的顾问 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问说 你会问这个问题吗 如果你会问 你就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你从来不问 当然就不会有答案了 所以问 Think Ask Questions 是学习或自学最重要的第一课 我问了这个问题 我就发现 如果要让驾动率高 就是都不要停机 是不是 同一的举手 对 停机了以后 这个分子就不会是24小时了嘛 那停机是要做什么 因为一条表带 你要有做黄色的 还要做白色的 你要停机要换模子 所以你要做完同一条表带 你一定要停机 停机的结果 再用另外一个 生产另外一个组件 你一定要有这个set up time 一定要有这个其实的设定时间 所以你就不会有百分之百的驾动率 好 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大家都尽量不要停机 结果我后来发现 工厂的那个餐库里面 常常有堆很多的 已经做好的这个黄色的或白色的 后来我跑去会计试问 会计试问 他们就发现说 他的下游厂商 是要整条表带都收到 才会给他们钱 所以就算你把东西寄给他们 他也不会寄钱给你 因为他不能组装成同一条表带 这里 有东西 有事情发生了吧 所以这改良前呢 是基台的驾动率高 改良后 我就建议他们说 你要用表带总数 就是说 你一周或是一个月 你完成了几条表带 而不是你的驾动率是多少 那你完成了几条表带 你就必须要用你的尝试来判断说 我什么时候应该要换模 才会这条表带开complete 所以公投换模的时间拿捏点 用这个东西来评估 他每个月的或每一个 每一周的这个bonus 因为这样子 他们的这个cash flow 提高非常的多 这个案例跟这个system thinking 有什么关联 他当初的时候 好几年都在用基台驾动率 作为这个绩效指标 一定是公投跟老板一起开会 那自己只想自己这几台 我这几台都不要停机就好 老板也想基台不停机就可以赚钱 所以他想的是什么 单一基台 单一基台在整个系统是小系统 因为以整个系统来说是 要让他cash flow提高 这是大系统的system thinking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不应该让任何一个基台的驾动率最高 从公投的小系统跟公司大系统角度不同来看 就会有不同的策略也不同的不同的kpi 那你不同的kpi那个公投就因为你的这个kpi 他当然是上游什么对策下游什么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如果不是我指出来 我今天是第一堂上课我想讲一些这个架构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大家都学过这个符号 A to the b's power Bob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what's the meaning of a to the b's power A to the b's power A multiplied by itself b times OK A字乘B 他说A字乘B次 他一定看懂英文 他把它翻成 看懂中文 他把它翻成英文 他说A字乘 A乘乘乘乘乘B次 同意了请举手 对大家都同意非常好 我们以前也是这么学的 好 如果你是正硬的话 那么告诉我 A字乘 三字乘零次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一个反映的例子 根据你的评论 如果三的零次方式三字乘零次是合一啊 那三的负一 三字乘负一是合一啊 可见这个定义都不通了嘛 是不是 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以前不是这么学的吗 看我的title Misleading way 指数率 指数率是说A的AE是等于A AB乘上AC是等于A 然后指数相加 然后A的B再乘C是A的B跟C 这个指数相乘 在这个指数率之下呢 就会得出3的零次方等于1 3的负一次方等于三分之一 如果A跟B都是自然数 那BOB的定义就是对的 如果A跟B其中一个不是自然数 例如说0 0不是自然数 就是应该是跟他说正整数 如果他是实数的话 你就不能说A的B次方是A致乘B次 如果A跟B是正整数或自然数 你就可以依照BOB的定义 所以你看你是在什么系统 是在自然数的系统 还是在实数的系统 就对A的B次方有不同的定义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来说明我今天的主题 系统思维 什么时候我们学到这个 国中 国中的时候学的时候 如果老师跟我们这样讲 我们也不会听不懂啊 然后再说这学期 我们的数学都是自然数 是不是 那等到高中的时候说 我们现在extend到实数 我们extend到负数 我们extend有虚数的加入 这时候我们就有小系统 到大系统的层次感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上过这种 这种想法 所以 我是希望 国中的老师在教到这个 A的B次方的时候 可以加上这一段 好刚才给你们复习了 我现在来说明 几乎每个人都看过这个图 因为上过我的课 看过我的书 所以第一题大家都答得很好 如何分辨统计问题与拘力问题 大家画了这个图 但是其实都没有说明 你看我的题目 绘图 说明 绘了一个图不见得表示你懂这个图 没有一个说明 意思是说你告诉我有关母群体 你问的是样本 那这个问题就是几率问题 如果有一个问题 他给你有关样本的资料 问你有关母群体 那这个问题就是统计问题 好我现在随机抽了100个样本 发现有两个不良品 但我跟下游厂商约了 我的不良率要1% 他才会接受 否则我就要付罚金 那我现在100个产品里面有两个不良品 请问我要不要出货 问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几率问题还是统计问题 是统计问题 为什么 已知100个产品有两个不良品 这是样本 问什么 问今天的量产 不良率是不是小于1% 对不对 所以你把所有的这些应用 化成keyword 已知什么 问什么 已知样品 样本 问母群体 就是统计问题 好 根据刚才这个图形 我的书 就在这里 我的封面设计 你看一下我的封面设计 这背景有一棵树 应该是秋天 有点萧条 然后有一个好几个正方形 每一个正方形的后面都是一个叶子 像这个角角 那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想表达什么 这个同学一定看过我的书 对 好 我就告诉大家 是一页一页就是样本 秋就是母群体 那我就是在讲统计嘛 由样本来推论母群体 很好 那叶梅 我们来看一下叶梅 这个叶梅跟这个图形有什么关系 我们来找一个同学 香芸在吗 香芸 这个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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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叶梅就是每一本 这个书写上叶树的那个位置 叫叶梅 所以有两个眉毛 奇数 偶数 香芸您分享一下 你觉得这个 这个叶梅设计 我把这个 这边有个小圈 这边有个大圈 小圈里面呢 写了数字 那一般没有叶梅设计 就只有数字 那我现在多了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跟这个图形 有什么关系 你如果不知道就说 暂时不知道 夜码是主题的部分 我没有再讲夜码 我讲这个图形 大豆跟小豆 没关系 那你一时可能就不知道 不清楚的同学请举手 不清楚的同学请举手 好 不清楚这个图 这个图形就是这个图形 同意的请举手 这么少个人举手 我用不同的问题 再问相同的 这个 内涵的问题 好 这个大豆就是这个蓝色的 小豆就是这个 灰色的 如果我从侧面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